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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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荷华是在整个初选当中的第一个 1月15号 所以这样的话 共和党内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决定 在相应的决定当中 他们党派当中支持谁 美国众议院的表态是 它的力量就很大 因为作为一个党派政治来讲 众议院占多党占有的比重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这是一个 而在这个党派当中领袖式人物 他就避免了一种分歧 你比如说一个人支持黑力 另外一个人支持谁 这就会出现巨大分歧 那这个时候的共和党呢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表态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爱莫本身呢 代表着川普的力量 不是说爱莫有多好 有多不好 政客是这样的 政客是一种 是一种就像变色龙一样 他从最大利益的角度去考虑 所以如果你从去讨论政客的话 我觉得比较容易的就是 在参议院当中一些共和党的议员 是比较就很像 你可以看到他的围绕川普支持啊 反对啊声讨啊 什么话都说过 而且跟川普又勾肩搭背啊 就是这样 那所以爱莫的表示呢 但是在政治层面上 在这个党派层面上 这是前所未有 所以这就变成了 在美国共和党 众议院的共和党 就完全抛弃了 黑利跟德桑迪斯 这样的话就变得很单一了 因为整个代表着共和党 支持了支持了这个川普 所以这是对川普来讲 就是一件蛮大的事情 就是他就节省了很多精力 对不对 如果有两个去支持黑利 有两个去支持川普的话 那他在这个初选当中 就会出现很多争执 包括在美国的爱荷华的共和党的党徒当中 很多人也对某些人很迷信的 就为他支持谁 他就支持谁 所以这就是党派政治所自然的 那换个角度来讲呢 川普代表着川普 在相当程度上的 已经突破了他党派政治的一切 因为共和党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他的头目这么表达之后 就等于在全国的范围内 做了一个表态 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态 那下面剩下就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 但参议院共和党 搜发到目前非常的低调 川普得到整个众议院共和党主 主管的认可 那包括被他称为 建制派的前竞选者 汤姆·埃默 也成为了真正的 成为了支持者 这样的话 等于川普对众议院进行大扫荡 也就没有任何人有机会 有可能去反对他 因为这个时候 任何人去反对川普的话 就会出现在党内 比较被排斥的状况 这大概这就是党派政治了 埃默说现在共和党人 必须团结起来 在领先者的后面支持他 那川普曾经称埃默 为全球主义者 李诺是共和党 应该跟共和党切开联系 那这就是今天 川普还没有做出表态 但是这是今天 比较新的一个消息 那代表着在 在这个 只能说代表着对 川普对整个共和党的整合呢 是相当成功的 里面介绍了一些内容 埃默宣慕呢 在路易斯安那州多党领袖 史蒂夫斯卡利斯 向川普点头的第二天 那他就 他也做出表示了 斯卡利斯是另外一个争取 是他党编 是另外一个争取 成为议长的当时的一个竞选者 那民主党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所使用所有的武器 去攻击川普 保护拜登 攻击川普 那所以我们来讲 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站在领先者的背后 这个领先者就是川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自豪地支持川普 来竞选总统 所以这就是他在 X上在推特上宣布的 那这就是基本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背书 这个背书呢 就比较简单了 那下面这段就介绍了 斯卡利斯跟乔丹 在竞选议长之后 中间曾经出现的分歧 因为埃莫被川普认为呢 不够 不是让美国再伟大成员 就是太政治太政客 大概是这样 所以川普曾经公开嘲讽过他 那so far到目前来讲 埃莫呢 也就摒弃掉之前的分歧 完全支持川普 完全支持川普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故事了 这是斯卡利斯 这是议长 这是他的党主席 那里面这就是川普 川普明确讲述了 在当时 10月24号是当时发出帖子 就是他反对埃莫的那个帖子 那后来是促成了 促成了这个 约翰逊上台 那斯卡利斯昨天说呢 这是另外一个他的党编吧 大概 我很自豪在2024年 支持川普竞选总统 期待川普跟共和党 众议院参议院合作 祭拜拜登 那共和党的主席 就是在众议院的 叫斯坦菲尼克 是第一个支持川普的 他是最早 他确实是最早 他是一个 很特别很特别 就是完全站在川普的 共和党团结在美国最受欢迎的 共和党人身边 他保有良好的记录 那他就是川普 而约翰逊呢 是完完全全站在他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促成了 整个在共和党竞选当中 就变得比较直接了当 柯顿 我支持川普总统 希望他合作 赢回白宫跟参议院 柯顿是这个参议院的 一员 所以在参议院当中 他是非常支持川普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在 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吧 应该讲 美国进入了 真正进入大选年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